词曲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塞沙头 宁脸---- 你 你 我又突然觉得心中很痛 不行 暗影的伤势不能再疼了 不能再这么跑下去 好 阿燕 我对不住你 可阿静卫的救你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你可一定要撑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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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九月磨嘴 九月磨嘴 小元启 为了一个人 却置整个大则山于危险中 直登 魔神 元启 阁下既然出现 何必藏头落尾 混沌之力 当真不可想去 可惜真神神源尚未成行 流眼无用 可惜 你到底是谁 我杀了你 可惜 可惜 尽 我怎么能死在你手里 阿修 若有一天 若有一天 你清醒过来 是否还会记得我 阿师叔 从始至终 你就是一个恶妇 终究是我做些的你了 终究是我做些的你了 它 trước到我啊 头髓 快走 我带你 我控制不了太久 带秦英走 二九 走 我让你走 走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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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仙齐阵 这群妖孽 没了 大自然没了 羽鳳 明明大则山的仙脉已经 可为何 这护山法阵还在啊 这法阵 是大则山众仙死后 仙灵所亡 仙灵乃仙人的根脉 只要仙灵还在 便可载入循环道历劫重生 但是 仙灵若不愿 入忧明界 最多三日 便会烟消云散 大则山的所有门中 为保山门 放弃了转生的机会 母约 你派人去各洞府走一趟 让众位老仙友们 送大则山一程吧 是 另外 将大则山之难 警示各派 让大家严防死守 警方妖族来袭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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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英重获生机了 华神丹让他直达 下军巅峰 受缘延绵 阿剑 你做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 怎么会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会没事的 当神仙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阿弥陀佛 醒了 醒你 啊 啊 天地中 阿弥陀佛 火黄云的坚持消失了 大则身出事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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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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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天宫便察觉到了大则山有近神的迹象 就猜想我们有可能被弘毅所欺骗了便立刻赶来查看 没成想半路就遇到了禁为半神的弘毅追杀燕爽和轻衣 我和十位上仙合力记起先王才将他收服 可我们赶到大则山的时候我们来得太迟了 闲山长久 仙出仙寸 还有大则山所有人 都没能救下 天宫中仙赶到时 那狐妖正要对燕爽和秦怡下杀手 要不是大家赶到得及时 燕爽和秦怡早都已经没命了 到现在他们两个还是重伤未行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早就说过那只九尾狐妖有问题 他能够近神半神 不可能只有下君的妖力 明明就是他潜入天宫 杀害了蓝丰 隐藏实力骗过了所有人 可是你们都不信我 只以保他 大则山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好 你 我 虚坠 孤雁也 暖飞 幻影 去离开 狠狠刺入 情妃 纵生 遗违 你留了 余味 遍布 情笨声 爱如此 无可 理会 涂上的人 多少 少擦尖的魂 谁又在手 无人才写得顺 天涯太远 欠你一次永恒 淡雪不会遗忘 满魔余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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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尘门也该来 那是什么 那是真神之印 真神的封印要解开了 救我 Blood 救命 参见主人 是厉害 他是 青池宫红仇 长雀 恭迎元启神君回宫 离合真神 敌眷真神之词 元启真神 拜见元启真神 至少 拼送 本善逆 本善逆 到此 未经许可 都是 好像 这是 而 不 心 阿姨 母亲 大泽山有危险 快去救大家 快 完了就来不及了 快 不要再演戏了 大泽山已经被你毁得寸草不深 大泽山已经 燕爽呢 靳怡呢 他们怎么样了 援起神君 这狐妖杀害了兰丰 屠戮大泽山 罪行滔天绝对不可饶恕 恳请神君做主 诛灭这狐妖 为仙界报仇血恨 神君 大泽山 究竟发生何事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但我没有杀兰丰 根本有想要害大泽山 古静 阿姨 你们相信我 放肆 你眼前没有古静 只有神君大人 你休想用旧情 猛混过关 这是天界观世镜所及 我看你还有何话可说 看你还有何话可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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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 我好像被魔附身了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不会这样对秦怡还有严守呢 我怎么能死在你手里 阿久 从事真正 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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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个恶妇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观世镜乃之纯鲜物 需要不断用天地灵气酝氧 才能使用片刻 刚刚在观世镜之中 燕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此狐妖便是罪魁祸首 逆围 逆魔为借口便能撇清自己 简直是荒唐至极 没错 九渊煞玉的结界一直稳固未开 何来的 就算有魔 那镇守九渊的半神妖龙 又为何没有任何警示 没错 何况 就算魔赋予你 也需要你是九尾狐身 而如今 三界之中 除了你 就只有你姑姑洪若是九尾狐 莫非 你说洪若是魔 狐妖猖獗 路我先门 骑行更重 妖族枪害先祖之心 早已昭然若见 此事万不能容忍 杀了他狐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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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神军牌局 庆神军牌局 若是我没有离开大则山 我许和你们组织这一切 神军牌局 岐队 这狐妖罪不可恕 当初已急刑 请神军 为仙界做主 阿进 沈君 沈君 沈沈君 此事稍微理清 不如等前衣横眼霜醒来之后 不再作地躲 将弘仪押入所先堂 不愿 出九天玄雷之心 他则删 总归是毁在他手里 你追杀燕爽跟清一时 就被先王所负 若你说的是实话 这魔必然还在你体内 沈君 九天玄雷之下 虽可驱散魔物 苏若没有魔的存在 那雷下的生灵 也会神形俱灭 那又如何 若你说得句句属实 玄雷便会逼出你体内的魔 而不会伤进你的腰身 倒是自会证你清白 但红衣 你身上若是没有那所谓的膜 你身上若是没有那所谓的膜 那就为你的罪孽偿命 小神军让我在私兵殿设下法阵 给他们疗伤 但是 他们的灵丹受损 所以说还需要再休养几日 小神军让你留在此地照顾他们 他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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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此人在不都 我来说 我来说 这样子 这样子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 Watching 你不许 你不许 我来说 你不许 你不许 那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师哥 这是我送你的 还有我的 小师哥 小师哥 还有我的 还有我的 我的 师兄 我们是不是错了 什么 大泽山古镜 竟是颐和和帝眷之词 糟了 若是被他发现我留在红衣体内的魔器 就更加麻烦了 元启真神神力已经觉醒了 他是真神 自然会对下界仙妖一视同仁查清真相 我们还是先看看情况再从长计议 不可能 大泽山是元启真神的师门 如今只会对红衣更加地不利 务必救出红衣 否则 我担心他性命不保 殿下说得没错 就算是有真神阻拦 我们也定要救出红衣殿下 走 元神剑 主人 不想见你 那 那他这两日 可还好 你 小生君 你 回去吧 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冤枉 我 我 你 书 Потом 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嫂子 嫂子 杰姥 不在了 贤膳说 洞华曾算出 大泽山会为小神君当下一劫 可我从未想过 机会是如此 这大则山就交给你了 阿静 无论以后遇到任何事 做任何的决定 记得 大则山永远支持你 你就放心地去做 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吧 原来师兄早就知道 会有这般结局 却仍然选择支持 我的任何决定 怪我 怪我察觉得太晚 若不是大则山 为了替我挡下这般劫难 又怎会落得今天的结果 小神君 您神力觉醒已有两日 神界之门已经打开 依照祖神帝下的法则 三日内 已就要返回神界了 我还有事没有完成 回不了神界 疟似于是 胜利